中国最无耻汉奸 扣贩指投靠侵略者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的中华民族的败类 今天笔者给大家介绍一个汉奸 一般情况下愿意做汉奸的人都是为了攫取个人利益 但这个汉奸却散尽家财支持日军侵略 为日军效力长达半个多世纪 直到81岁时才被抓获 这个人就是刘宇田 1951年全国掀起了镇压反革命运动 大连地区最大汉奸刘宇田成为抓获的最为久远反革命汉奸 刘宇田人名刘冯林又名刘桂山和文泉桂山松太郎等名 1870年出生一个地主家庭 1894年中日甲鲁战争爆发 刘宇田被日本间谍拉拢 成为日军的向导 对于刘宇田成为汉奸的举动 欺负非但没有反对反而积极支持日本侵略中国 日军占领大连金州城后 刘宇田腰挂军刀和父亲 购置十大车物资送到城里靠劳日军 他的这一无耻行为直接引起了清政府的憎恨 甲鲁战争后清政府开始通缉刘宇田 走投无路的刘宇田潜逃日本 后来担任日本陆军大学的汉语教师 1904年日革战争爆发后 刘宇田再一次担任日军的想到 期间积极为日军出谋划策 搜集情报等等 在这期间 刘宇田为日军做了大量工作 得到了日本天皇的赏识 赐薰六等功 1912年清帝退位后 刘宇田与誓死进行复辟的肃亲王善奇 一起组织宗社党疯狂地进行宣传中日藤种 亲善等思想 他的这一举动让日本对其赞赏 天皇赐薰五等功 日本占领东三省后 刘宇田更加卖命于日军 1915年日本天皇赐给他礼服一套 并任命其为关东军的高级顾问 刘宇田利用自己的身份 创办辽东 银行积极为日军服务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扣言无耻的刘宇田竟然变卖家产 用于购买两架宇田号战机捐给日军 用于侵略战争 1945年8月15日 日本无条件投降 树岛湖村散 深安躲藏之道的刘宇田 开始了漫长的潜逃生涯 资料显示 刘宇田利用多个身份 先后在大连 沈阳 西安等地堕藏 直到1951年被抓捕归案 当年9月10日被枪决 终年81岁 刘宇田临死前还不悔改 疯狂叫嚣 值得 参考资料 1951年震返 揪出贾母战争 汉奸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